A股两连羊 5月台门红 上行今天还能延续吗 5月8号星期三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股邦 股市早过报 5一小长假后 A股两连羊 并且昨天还创出新高 3151.22 这又出现一个双胞胎数字 这个双胞胎数字 看看能不能过去 同时这还留下了一个 3.48个点的跳空缺口 今天是第三天 如果不能回补缺口 那缺口有效 对上涨有支撑和加强的作用 那上涨指数 这个大一浪 现在又进入到后期 那就有一个见顶的 就这么个阶段 那就是人们常说的 鱼尾行情 我们要谨慎操作 观察回落的速度 那我们再通过盘面的细节 来看看A股 首先是上证指数 15分钟图 已经第二次顶背离结构了 30分钟图 还在顶背离结构 那60分钟也在小高点 90分钟开盘是序列高7 120分钟还在序列高9 日线还在高点断化 而且周线也出现小高点 如果这个位置 不能加速上涨 不能加速上涨 那这个位置顶背离这个附近 那这个高点什么的 都不会化解掉 不能加速上涨 就面临着回落整理 我们再看上证五菱指数 15分钟 30分钟顶背离结构 60分钟 90分钟 高点附近 120分钟 序列高9 周线 日线 现在都有一个小高点 那如果不能加速上涨 这也会出现一个回落整理 那再来看科创版 15分钟 30分钟 60分钟 包括90分钟 都出现了序列的重排 120分钟 还在序列高9的附近 日线开盘 序列高7 不过大概率会消失 因为它不能上涨 就会消失 那再说周线 序列重排 这不也证明 这有一个回落整理的要求吗 我们再来看 沪深300指数 15分钟 30分钟顶背离 60分钟 高点附近 90分钟 开盘序列高7 120分钟 序列高9 日线高点顿化 周线序列重排 这不也是吗 如果要想破解掉 这个高点的顿化 就要加速上涨 如果不能加速上涨 就会有回落整理的要求 再来看 深程指 15分钟 30分钟顶背离结构 60 90 120分钟 高点附近 日线也是高点增化 那周线序列重排 这不也是 如果不加速上涨 那就会形成一个 背离的现象 那就会出现回落整理啊 再来看 创业版 15分钟 30分钟 序列重排 60 90 120分钟 高点附近 日线开盘 序列高7 周线序列重排 这不也是 如果不加速上涨 也会出现回落整理的要求吗 那综上所述 我的观点 短线如果不能加速上涨 有回落整理要求 中长线仍然有投资价值 今天要看住 这个位置能不能突破 3151.2 这个双胞态数字 另外今天 是回补缺口的时间周期 第三天 如果这个位置 把缺口回补上了 那么之后 就往上涨的力度 还会大一点 如果这个位置直接上去 那我们要小心 就它的回落速度 看好自己手里的品种 那才是王道 上涨趋势没有改变 五日失线都没破 持骨代价 那我们说说 国外的消息方面 首先巴以 俄乌 红海 半岛 包括过什么海 抬什么毒 坐什么潘 乃至于治什么财 这些东西还在家居 你看 以又说了 说不会停止 对拉法的局势行动 那直到说 对方本人都释放掉 你看看 也抛出橄榄枝了 但是很强硬 那再说 上期回应了 关于欧盟 反补贴调查 同时拒绝了 他提出一些 不合理的要求 你看 把商业秘密要说出来 包括人家电池的配方 你说这是什么道理呢 对吧 那我们这边 还是很硬 看起来 有一定的话语权了 那再说 大漠 说 美联储 首次降息 时间表 推迟到九月份 你看 推迟到九月份 可没说过降息 那外盘 你看美股 美股倒指 微涨了 零点零八 纳指 冲高回落 跌了零点一 我们中概股 可是普跌呀 中概股 纳斯达克金融指数 跌超过百分之二 那我们大A 今天要注意了吧 那再说 欧洲那边是个普涨 原油 七十八美元 黄金二三二零 还高位 人民币 七点二一八一 人民币 也在高位呢 什么时候 估计降降息 我们这 也就开始升值了 再说港股那边 结束了十连扬 昨天收跌 港股恒生 是跌了零点五三 恒生科技指数 大跌了二点一三 北上资金 也昨天跑出去了 净流出二十一个亿 你像工业复联 敌王 格力 分别卖出三亿和一亿 茅台 却净买入 逆市买入了十个亿 昨天央行有二十亿的 七天天金金会购 但是当天有四千亿的到齐 相当于市场上抽血 抽了四千三百八十亿 两市融资预额 现在是一点四八七八万亿 虽然增加了一百五十亿 但仍然不到一点五万亿 那么什么时候超过一点六万亿 又达到一点八万亿 就证明有人愿意加杠杆 那大盘不就涨起来了吗 那好 我们再说国内消息啊 中法两国发布 关于人工智能啊 还有全球的这些个什么治理啊 以及于这国农业的这些交流等等 这些合作 有两份的联合声明 看到没 我们现在还是啊 都得往处跑 那这才是有一个出口啊 还有等等 那好 再说四月末 我们国家外汇储备 现在是三点二万亿美元 环比降了不到五百亿 降幅呢 是百分之一点几 外汇储备就是 再说房地产 一到四月份 百强企业 就房地产呢 叫销售控班资金 这个是一万亿多一点 同比降了百分之四十六点多 那说明什么 楼市继续低迷 而这是低位运行 那再说公募基金 现在发行混暖 五月份说有望呢 超过一千五百亿份 公募基金发行这么多干嘛 把发来的钱 这不还得拿出去投资吗 就是这个意思 那再说 央行连续十八个月 保持对黄金的增持 那位说 怪不得黄金涨这么多 是啊 都是买买买嘛 那再说 专家又说了啊 说我们国家的新软车 现在呢 有望超过一点五亿 这种一个增量的空间 这就是给咱们定调的 不过专家的话 大家又在后面画了个问号啊 那再说民生银行 五月七号开始又宣布 停止半年以上 这些个大额存款单的产品 啥意思啊 是不是还怕这个位置 再继续降息啊 那样来讲 如果把大额存单拿过来 那不就是一个炸弹吗 那好 再说三连板的 叫这个星夜等等 这些呢 又开始发布 说跟大飞机 它做的是刹车片嘛 对这种东西呢 它跟 说这个影响很小 因为受量嘛 销售的占比很小 你看这些东西 越澄清 哎 越涨 就包括五连板 那个什么什么蓝生物 你看看 公司越澄清 说跟这种合成生物 说尚不具备 这个量产化 这个条件 你看 它还是在涨 什么意思啊 炒股炒的不就是预期吗 那好 说说咱的观点 短线这个位置 面临着 3151.22双胞态数字 这个位置 能不能构成一个顶 同时 这儿呢 今天又是 跳空缺口 这个位置 是第三天 这不都是线窗吗 那如果短线这个位置 不能加速上涨 那高位那个位置 不有一个顶部 叫顿化 那就不能去掉 不能去掉 那这个位置 就会有回落整理的要求 这是短线 中长线啊 仍然有投资价值 关键要看好 自己手里的品种啊 那五日十线都没跌破 上升趋势保持良好 持股待长 别卖肥 好朋友们 我是股邦 喜欢的点赞加关注 我中午发视频 你第一时间就能看到了 好 我们中午收盘见